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看 米港 是橘子的意思 然后三明治 sandoichi 是三明治 有一个小醋音 sandoichi 是三明治的意思 然后咖喱饭 kare rice lice呢 是饭的意思 就是这个从这个英语引进来的 然后kare kare就是咖喱的意思 或者比如说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今天想吃咖喱 就直接说kare 它被带也就行了 kare 然后lice 就是饭的意思 这样可以拆开用 然后组合在一起 就是咖喱饭 然后下一个 ice cream ice cream ice cream 就是冰激凌的意思 cream呢就是奶油的意思 ice ice就是这个冰 冰 然后凉冰 ice cream 就是这个冰的奶油 的这种感觉 所以组合起来就是ice cream 当然这个也是 这个英语 英语这个 传进来的 好 我们看右边 右边的话是 migi migi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上一节可讲的这个方位词 migi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切手 kite kite 是邮票 kite 第二个 hag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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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gaki之前我们有讲到过 这个明信片 一般的话很少会写汉字 会直接写这个hagaki 或者是把这个hagaki 写成片价名 的时候也是有的 第三个 f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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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风筒 然后就是信封的意思 信封的意思 信封的话也是会有分大小 根据你自己要记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这个信封是有这个规格的 如果你要去记东西之前呢 如果再要什么报名啊 或者怎么样 一定要看好别人的这个要求 是用什么 哪个型号的风筒 就是哪个型号的信封 看下一个 sokuta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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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kutatsu是这个快件 快件就是速达 就是快件的意思 这个比较好理解 sokutatsu 然后这个航空便 航空便 koku便 koku便 或者是 koku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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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koku便 koku便 空运 就是空运的意思 航空嘛 航空的话就是飞机 哪个便呢 哪个便就是什么什么运 什么什么运的意思 bin bin 翻译是bin 然后船运的话呢 就是 funa bing funa bing funa bing 一般这个航空便和这个船运会被问到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要想寄东西回国就去其他的国家会被问到是用这个航空便还是用这个船便呢或者是在日本还有一个其他的就是那个EMSEMS的话是这个最快的当然也是价钱最贵的 嗯好那我们从头开始这个读一遍这个呃第一页的单词哈 りん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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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かん みかん サンドイッチ サンドイッチ カレーライス カレーライス アイスクリーム アイスクリーム 切手 切手 はがき はがき ふうと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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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くた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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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くび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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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ふなび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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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位 嗯 外国 がいこく ん 写的这个汉字和我们是一样的哈 がいこく 外国 外国 外語 怎么说呢 在后面加上一个语字 日本語のご 就把这个语字加上的话就是 がいこく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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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語 外国語 写作 就像日语写作日本语一样 好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zambu 全部 全部的話是全部写作也很好的一句 全部 嗯 然后下一个 大家 大家还记得我给大家讲过一个这个大家吗 如果是日语里面写作 大家的话 它是发音 它的意思是房东的意思 那如果我想说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大家的发音是 是这个单词 就是 就是 然后这个 d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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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ke是指 指 紧紧 嗯 指怎么怎么样 嗯 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右边 右边有两个动词 第一个是 kakarimasu kakarimasu 它的意思呢 一般就是说 时间和金钱的这个花费 嗯 金钱的时候可以用这个kakarimasu 时间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个kakarimasu 嗯 jikan kakarimasu 就是花费时间 okane kakarimasu 就是花费这个金钱 然后下一个这个 yasm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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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休息的意思 但是呢 下面给大家写了两个例句啊 kaiya ga yasmimasu 和kaiya wo yasmimasu 根据这个注词使用的不一样 它的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kaiya ga yasmimasu 是公司作为这个主语 kaiya ga yasmimasu 是公司休息 那么kaiya wo yasmimasu 是我是主语 前面省略掉了主语而已 主语而已 就是我向公司请假 所以前面是有主语的 wat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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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kaiya wo yasmimasu 就是我向公司请假了 我明天向公司请假 或者是我昨天向公司请假 前面只不过是省略掉了主语 但是在第一个句子 kaiya ga yasmimasu 就是公司作为主语 来休息了 kaiya wo yasmimasu 是我向公司请假来休息了 这两个根据注词不一样 所以表达的这个意思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念一下单词 gaikoku 全部 全部 みんな dake dake 好 我们看右 kakarimasu kakarimasu yasmimasu yasmimasu kaiya ga yasmimasu kaiya ga yasmimasu kaiya wo yasmimasu kaiya wo yasmimasu 好 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单词 接下来单词稍微就是有一点点 不难但是比较复杂 数量词 见有没有学到这个数量词 当然其他的也还有这个 比如说形容这个小猫和小狗的 这个什么一只两只啊 什么这种数量词也是会有的 但是呢在这边给大家举了几个 这个一二三四五 五个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这个数量词的表现 首先我们看 这边的话是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还有就是问号的时候 问几个 或者是问几个人 或者是问几次 频率 这种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 东西 东西 一つ 一个的话是 一つ 两个的话是 二つ 三个的话是 三つ 这个小粗音 四个的话是 四つ 五个的话是 五つ 六个是 六个是 七个是 七つ 八个是 八つ 九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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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是 十 然后问几个的时候呢 是 这就是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然后几个 当然跟这个 也是 有这个 共通的时候 就是你说 一つ 也好 或者说 一个 也好 有的时候是 共通的 只不过它表示的时候呢 在作为这个 东西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 一つ 二つ 三つ 来表示 但是呢 一个 二つ 是更多的 形容这些 小的物品 小的物品 用 一個 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的这种感觉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写的是 它的这个汉字 右边写的是 它的假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个 两个的话是 这个个呢 发音很简单 在这地方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是 是 的意思 所以 一个呢 两个是 二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然后这个 稍微一点不一样 不是 六个 是六个 然后七个 然后八个是 八个 八个 然后九个是 九个 然后十个是 十个 十个 然后几个呢 是 何个 然后这个 个呢 表示的就是 一个 这个橘子啊 或者苹果 在日本这边买东西 都是按个来论的 不是说 一斤两斤 所以就是 你买这个橘子啊 你想要几个 我想要三个 三個 也可以 或者是 你跟他说 三个 这都是可以 这个通用的 好 所以 这边呢 一つ 二つ 三つ 四つ 这个的话是需要 这个 去硬记的 硬背的 因为这个表现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像这边 只要记住了这个 然后一二三四五九 一七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七九 这种 只不过里面 稍微有一些些 这个和这个不一样 稍微有点变形的地方 我给大家用红色的笔 标出来了 大家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或者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注意 哪个地方有醋印 哪个地方 就稍微要变形的这种 我们来看人 人的话 当然是不能用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形容了 就是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它这里面不会写 一个人 一个人的时候呢 是写作一人 一人的发音是 一人的发音是 两个人的发音是 二人 这两个很特别 跟这个一つ和二つ 比较像哈 发音 一人 二人 然后三个人的话 比较 这个普通 就是三人 三的话是三嘛 然后人的话是 然后四个人的话 不是用人 不是用人 是 五人的话是 五人 然后 六人 然后七个人的话是 七人 和七人 都可以 八个人是 八人 九人 十人 何人 嗯 这个里面 呃 表示人 那时候需要注意 就是一个人 两个人和四个人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和我们 以前背的这个数字 是不太一样 一人 二人 还有 有宁 地方 嗯 剩下的话就把数字和这个宁 和这个人 拼起来就可以了 嗯 好 我们来看频率的地方 几回 嗯 几回 嗯 一回 两回 三回 四回 这个回字的翻译呢 也是 大家看到这个里面就知道哈 这个回是 凯 凯 然后一回的话是 一回 一回 嗯 两回的话 二回 三回 四回 五回 然后六回的话是有粗音哈 六回 嗯 七回的话是 七回 嗯 八回的话是 八回 有粗音哈 九回的话是 九回 十回是 十回 嗯 然后问几回呢是 南凯 南凯 嗯 对 然后这个里面也是哈 只要你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把这个回拼在一起 就可以发出来音 一概 啊 对 但是需要注意这个 一概 六概 哈凯和 你去概 这几个地方 是这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要加粗音 好 我们来看这个 最右边 就是最后的这一列哈 嗯 形容什么 平啊 还有根啊 串啊 这种 就是比较这种细长的 嗯 当然笔也是啊 笔也属于哈 这种细长细长的 一根笔 两根笔 一根串 两根串 然后 平是什么呢 就是啤酒 咱们那种 那个瓶啤 嗯 啤酒的话也是用这个哈 嗯 几本 就是本 用本来形容 嗯 那么一本的话 那个 本的话是念 哄哈 跟咱们那个书本的书 那个书本一样哈 哄 然后一本呢 就是一根 一瓶或者一串 嗯 一本 一本 就促音的哈 然后 两本的话是 你哄 你哄 我来两个串 就是你哄 可大塞 嗯 然后三本的话 就是 三本 三本 这个地方是 呃 变化的 不是这个 呃 促音的地方 不是促音的地方 而是后面的这个地方 变成了半拙音 大家注意 三本 三本 嗯 变成了半拙音 啊 这个地方也是一本 一个是促音 一个是这个 变成了拙音 一本 嗯 然后四本的话 这个是 用红 我红 这个没有什么 然后六本的时候也是 即便促音 也要变拙音 六本 六本 嗯 七本 这个没什么 然后八根的时候是 哈 红 哈 红 即便促音 也要变这个拙音 嗯 Q 红 Q 红 然后十本是 吉 本 吉 本 其实这个 吉本的地方啊 嗯 嗯 我们平时用的话 还是 说这个 跟这个一样哈 说的会比较多一些 但是呢 嗯 按照以前的说法的话 其实正确的话 应该是 吉 本 嗯 但是现在就是大部分 都这个用这个 这个用这个 吉本 所以两种说法都没有错 但是呢 呃 比较日常的用法是 吉 吉 吉本 嗯 然后问几根 或者是几瓶 几串的时候 就是 南 本 南 本 嗯 嗯 首先大家要 这个数量词 他难就难 在他每一个这个 后面这个数量不一样的 这个呃 词的时候呢 他每一个这个 变的这个呃 拙音和促音的地方 也不一样 这个话是 一六八十 这个是 一二四 这个是 一六八十 这个是 一三六八十 嗯 其实最常变的就是 六八十会变得多一些 然后有的时候 呃 一也变得比较多哈 然后 三的话 只有这个 蹦的地方 嗯 所以大家 其实我觉得 记的时候 也不要记 谁是特殊 谁不是特殊的 我觉得如果记的时候 直接就是按照这个 东西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 一つ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直接这样 去背他会比较好 物品 一子 二子 三子 四子 五子 六子 七子 直接这样去背 我觉得会比较好 只要大家知道 这个会有一个区别的地方 嗯 而不是说 一起都背了 就是 嗯 一子 二子 三子 这样背 然后再去回去改 那个有变化的地方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难记了 所以就是把这个地方标出来 是为了让大家就是看的时候 更好看 方便看 要注意哪个地方是有变化 但是背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 一起背 会比较容易记 比较容易记忆 嗯 好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单词不多哈 嗯 但是因为这个数量词 比较容易乱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这个 ちょっと 休息 休息 嗯 然后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顺便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这个数量词 然后我们再讲 后面的文法 nay 关注点凌达 来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再讲一下 以后 开消息 就是这样